官员未养私生子大四敛才最后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 8月7日,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韵武受贿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此前,湖南省纪委通报的刘韵武的其中一项违纪事项是长期保养情妇并非法生育一孩。 刘韵武受贿案开庭审理。三乡都市暴徒。 烹派新闻www.zipaper.cn记者书里发现落马官员罪状中保养情妇并不先见,但是有私生子的不算多。 而为了养活这些无法见光的孩子,贪官们更是加快了敛财的脚步。 讽刺的是,有些甚至不是他们亲生的。 2015年5月12日,广西壮组自治区国土资远厅党组成员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陈仲淮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依三年六个月。 而陈仲淮是怎样走向贪腐的呢? 澎派新闻记者注意到中央纪委网站曾发文称,与情妇非婚生子是其退化辩识的一个关键点。 该文章披露,1980年9月,陈仲淮结婚组建了家庭,1982年育有一女。 但是,陈仲淮家里的老人认为,无儿便是无后。 2002年,陈仲淮认识了在南宁打工的女青年为红病发展为情人关系,此后为红怀孕生子。 为解决这对母子的生活开支,陈仲淮利用职务便利不断参加各类评审会论证会。 一些商务活动邀请陈仲淮出席,他也欣然前往,目的就是拿评审费、论证费、讲课费、出席费。 2009年担任局长后,为给这对母子提供更好的条件,陈仲淮变本加厉,抓住一切机会收钱捞钱,然后购置商品方小轿车工为红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陈仲淮共未为红提供购房、房屋装修、购买汽车及其他各类生活消费支出158万元。 此外,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南京市立水区原区委书记江明也因要养私生子,走向了腐败深渊。 据《检查日报》报道,2005年袁小姐,时任立水区委组织部部长的江明在犯决上结识了女青年萧妃,不久后两人非婚同居,之后萧妃为江明生了一女。 为了不让妻子发觉自己外面还有个家有个娃,江明依旧暗示把工资上交。 然而,因为工资有限难以维持萧妃母女的生活,让江明有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她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经济来源。 这些官员们为养娃大肆敛财,但讽刺的是,有些养的甚至不是他们亲生孩子。 据《检查日报》报道,曾任何南省商丘地区常务部专员周口市市长和南省水利厅厅长等职的张海青,为了养情人和三个儿子大肆受贿700多万,2008年11月被贺毕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 但尴尬的是,一次张海青和第一任情妇汪小兰带着私生子去旅游,水池孩子骑马时摔破了头。 医院验血时却发现,张海青是B型血,光小兰是O型血,孩子却是A型血。 之后张海青做了亲子鉴定,孩子竟真的不是她的。这之后,她又与姐妹花情妇各生了一子。 然而到头来,这俩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她也不是十分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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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